哈喽大家好我是Zoe 这一个星期呢是28天比基尼身材挑战的第三周了 这一周的运动呢是被提问到非常多的一个健胸运动 那么今天呢我会详细的分别讲瘦胸跟风胸的方法 其实呢一直以来我收到很多留言是问我怎么瘦胸的 我第一次收到这个留言的时候第一反应是 这个是故意在调侃我胸小吗 但是后来越来越多的大胸妹子向我诉苦 我才知道原来这是认真的 很多女生抱怨说因为胸部大显胖而且容易下垂 运动的时候也不方便而且还会被嘲笑 我当时就震惊了这些人到底怎么了 大胸也嘲笑小胸也嘲笑 我觉得被嘲笑的宝宝下一次呢就友好的告诉他们 说有一个神奇的东西叫网络 在上面随便搜索一下就可以看到很多胸了 没有必要老是盯着你的看 好吧回归正题 也有一些宝宝呢问我怎么封胸的 封胸应该算是问对人了吧 虽然我是小胸 但是小胸也有更小的时候 其实我开始见胸才半个月 但是这半个月里面我发现我长了有半个杯 好神奇 OK那么我先来说一下瘦胸的方法 首先我们要了解我们胸部的构造 为了不被标为色情内容呢我把胸部解化了一下 有皮肤 脂肪 乳腺 胸肌 很多宝宝呢胸部大是因为脂肪多 做有氧运动呢是可以让我们全身燃烧脂肪的 就是说胸部的脂肪也是会被燃烧到的 有些宝宝想剪胸 可是有些宝宝呢又害怕做有氧把胸给剪没了 其实不用担心的 全身变瘦呢胸部也只是会按一定的比例这样去缩小一些而已 健身呢能够让你的比例看起来更好 所以身材也会变得更好 有一些宝宝呢胸部的乳腺会比较多 所以呢再多的有氧运动对胸部的大小的改变也不是很大 总而言之呢想要剪胸最好的方法就是有氧运动 我的频道里呢有几个有氧运动的视频非常适合大家 好说完了脂肪我们来说一下胸肌 胸部的力量训练呢对大胸跟小胸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大胸部呢容易有下垂的问题 适当的锻炼胸肌呢能够起到一个对抗低心引力的力量 能够帮你更好的支撑胸部 对于小胸部呢我们的胸部本来就没有多少脂肪可以燃烧 那通过剪胸训练呢能够使我们的胸肌增大 胸肌增大了呢就会撑起我们的胸部 胸围呢就会相对增大 同时呢因为胸部训练会增加我们胸部的血液循环 除了更挺拔呢也会更健康 好下面呢我就带大家一起做这一组运动 开始前呢大家先做第二周的视频里面的拉伸 或者单独的我的另一个拉伸运动的视频 现在开始吧 第一个动作是前抬臂 我用的是三磅的哑铃 大家可以尝试1到1.5千克 膝盖微曲 双手抓着哑铃 手心对着身体 直着向上抬起 这时手心就朝下了 手肘不要锁得紧紧的 重复30秒 第二个动作在健身房我会用挡铃片 在家呢就用一本厚的书就可以了 我用的是健身教练的教材 那么我们躺在瑜伽垫上 双手在胸前紧紧的夹着书 然后慢慢的向上推 注意力量是双手在互推的力 这时你会感受到胸肌在往中间夹紧 这个动作能够练出很明显的勾 千万别放松让书砸到胸口或者脸上 第三 哑铃握推 还是躺在地板上 上臂张开和肩膀一样平行 小手臂90度抬起哑铃 慢慢的向上推 推上去时呼气 下来时吸气 重复30秒 虽然发生的几率比较小 但我还是要再强调一次 手一定要抓紧 不要让哑铃砸下来了 第四 另一个最经典的健身动作 仰卧飞鸟 双手臂大大的张开和肩膀平行 直着向上慢慢的合起手臂 就像鸟三动翅膀一样 注意手肘微微弯曲 不要锁紧 也就是说 当你放下手臂时 让上手臂触碰到地面 但是小手臂不需要触碰到地面 这时你应该感受到 很明显的胸肌收紧和放松的动作 第五 简视俯卧撑 你也可以做像上个视频那样的 倾斜俯卧撑 这个动作主要是刺激我们的下胸肌 注意收紧腹部 眼睛往鞋前方看 这样就可以让脖子 还有腰和腿都在一条直线上 下去时鼻子吸起 撑起来时用嘴巴呼起 不要憋气哦 能做几个就算几个 慢慢来 第六个动作 回到平躺的姿势 上手臂放在腰间 90度举起小手臂 慢慢的向上举起 这个动作也是主要刺激我们的下胸肌和三头肌 第七个动作 从英文直接翻译过来呢 就是头股粉碎肌 听起来有点恐怖吧 这个动作就像拿亚铃砸自己的头骨一样 但不是真的砸下去 所以呢手势一定要抓紧亚铃 像这样90度弯曲手臂 把亚铃举过头顶或者举到耳边 所以呢是不会砸到头骨的 然后像这样抬起伸直再放下 第八这又是另一种腹卧撑 和检视腹卧撑差不多 但是要把我们的膝盖放到沙发椅子或者床上 收紧腹部和臀部 还是要使身体在一条直线上 手慢慢的弯曲 让身体直着向下 这个动作呢更加target我们的上胸肌 就是我们拍胸朴时拍的地方 大家做这个动作时一定要慢慢的来 你可以在地上放枕头或者被子 以免手一软整个脸打到地板上 加油已经完成一半了 下半部分呢就是重新把所有的动作再来一遍 除了刚刚这个下轻腹卧撑可以选坐 回到第一个站着的前台臂动作 你可能已经感受到手臂还有胸肌的酸爽 但是不要忘了有节奏的呼吸 用力方向和重力方向相反时用嘴巴呼气 也就是抬起手臂或者撑起身体时呼气 反方向吸气 第二个动作 夹盘推胸 一共就八个动作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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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三,雅铃臥推 在健身房可以见到很多人在躺椅上做这种动作 但是在地板上有在地板上的优势 这样其实更容易掌控平衡 也更容易掌控手臂滑动的幅度为90度 在躺椅上没有地板支撑手臂 有时候用的重量大 很多人上手臂滑过的幅度就没有满90度 如果大于90度呢 又容易造成肩关节的损伤 所以初学者最好还是在地板上做 第四,卧推飞鸟 和前面说的是一样的道理 初学者在地板上做就好了 保证整个手臂滑动90度 如果手臂碰到地板就起不来了 说明用的重量太大 可以换小一点的 到处第三,检视辅卧撑 大家能做几根吗? 不能做了呢,就站起来 撑到墙上做倾斜辅卧撑 这样会简单很多 就好了 三头肌握推 和经典的哑铃握推不一样的就是 手臂要收回放到腰间 我其实还是非常建议大家买一对 1到1.5千克或者更重的哑铃 因为等你多做几次 小的水平呢重量就不够了 大的水平呢又比较难抓住平身 你的手指和手腕会比手臂要先感到累 而且容易给手腕带来没有必要的压力 导致受伤 肚拉拉最后一个了 一点都不可怕的头股粉碎鸡 加油你可以的 完成了 有没有感觉到胸部膨胀的感觉 我建议大家呢这一周把上一周的美背训练跟这一周的健胸训练一起做 才能达到一个前后平衡的作用 最后呢又要给大家送礼物了 因为我和Fibbit合作 他们送了我这一个新款的 有服呢要同享嘛 所以呢我也要给大家送两个这一个手环 HR比Charge 2呢要小巧一些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它比较细 我就觉得它比较好搭配衣服 而且因为Fibbit有睡眠监测的功能呢 我在睡觉的时候会喜欢戴HR多一点 因为它比较细戴起来也会舒服一些 如果你也想要赶紧到我的微博去参加抽奖吧 好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了订阅我点赞分享爱你们